而在俄罗斯呢 如果大家有去过莫斯科的话 常常都可以在路上看到 拿着枪的相关的警备队员 在路上巡逻 但是明明看起来是这么严谨的国家 怎么还会让这样子的恐怖攻击事件 在当地发生呢 现在大家在盘点说 整个过程当中 到底出现了哪些缺失 包括警备 包括是情报 似乎现在都出现了漏洞 我们先来看到在警备的部分 尤其现在大家在质疑说 是不是为了俄乌战争 其实让整个首都的安全 也跟着罗斯松了呢 尤其现在俄国媒体指出 其实枪手从外面直接进去 大摇大摆的走进去 而且直接的开枪 随意的进出 他们点名说这样子的安全措施 尤其在门口的警卫 甚至一度呢 在他们开枪的时候 跑到了这个广告看板后面去躲藏 这样的画面 当然让当地很多的民众 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尤其当时只有俄罗斯的国家卫队 赶到现场 像是照理来说 应该有特种部队还有警察 都应该要到场处理才对 尤其在过去 俄罗斯有非常多次的恐怖攻击 特种部队都是坚守现场 第一时间到现场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是是否也跟俄乌战争的资源 分配有关系 因为现在这些特种部队警察 不是暂时就是在俄乌战士的前线 或是用来对抗异议分子 所以CNN的记者就解读说 是普京故此失彼 资源分配不当的一个结果 而且呢在这一次的当中 其实在门口照理来说 其实也都会有警卫来进行安检 但是似乎也露了一个大洞 包括是当门口的警卫是没有抓到违规者 安全人员拿着金属探测器 但是呢其实在当地出现一些状况 第一个这些安全人员够专业吗 由于现在在当地 这个安全人员到处都要安检 所以他用人的量是非常大的 所以通常是长者啦 生长者还有教授程度低的人呢 去当这些安全人员 所以有人认为说是不是不够专业 还有因为呢这个工作 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无聊一点 比较是日常的流程不断在走 所以有些乏味而且再加上低薪的状况之下 让这些的安全人员都心不在焉 很在焉很有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了 但是来我们要看到情报的部分 是不是也出了疲漏呢 因为在美国其实在3月份 其实就曾经警告俄罗斯要特别小心恐攻 而且包括可能出现恐怖攻击的地点 是音乐厅等等其实似乎细节说得非常清楚 但是普京完全没有听进去 他就这样回复的 他说美国意图要恐吓 让我们的社会更不安定 还有枪手曾经试图要夺往乌克兰 这是在事发之后 他其实对外说的一个名词 还有这样子的情况 完全没有提到ISIS-K这样子的一个组织 但是呢其实在这个事发之后 他也到了周边的这个教堂去 就是点蜡烛眼眶红 在胸前画了三次的十字架来致意 但是这样子真的可以让当地的民众稍微觉得舒服一点吗 但我们要来看到其实现在在俄乌战场上 其实还是非常的交战 而且烽火连天 尤其是俄罗斯在周凌晨对乌克兰发布了大规模的恐攻 但是呢也闯进了波兰领空39秒 也让欧盟还有北约国家一度非常紧张 凌晨天还没亮 几乎全程防空警报响起 地铁站来了避难民众 不过这一波俄罗斯空袭飞弹 竟然有一枚越界了 在4.43时 到了准备防御联络合 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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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本来想打乌克兰东部利维夫 但这枚巡异飞弹一路飞进了波兰领空 跨越边境1-2公里 在小镇奥斯德夫上空一度飞行39秒 全程紧张监控甚至出动F16 索性飞弹没有在波兰落地 根据乌克兰说法 这次夜间大空袭 他们拦截了18枚飞弹 和25架无人机 这幅地面还能看到被射下的 KH55巡异飞弹残骇 真的 出现了两种重异性的射击 的重异性 几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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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 連地鐵站都關門停止運作 哈爾科夫沒電用 民眾都很無奈 TV新聞綜合報導 好日 嘲諷會有可能正式成形嗎 現在似乎有一些曙光露出來了 我們先來看到北韓勞動黨的副部長金與正 也是金正的妹妹是怎麼說 他說到日本政府提案提出說 岸田文雄有機會有意願來會晤金正 但是他認為說當中還是有一些關卡必須要來通過 像是什麼呢 他說取決日方實際上的政治頻段 如果占純是峰會的話 其實很難解日朝兩國之間的誤會還有不信任 當中其實金與正態度也非常強硬的說 其實在日本討論了一個非常惹的話題 就是日本人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 這時候其實有很多的日本人 疑似被北韓的特工綁去了北韓 這樣子的事件呢 其實到日本的很多的民眾心裡 都是一個非常難解的結 而這也是日本非常希望北韓 可以正式來正式的一個問題之一 但是金與正說這個問題不能談 而且呢也希望日本可以尊重北韓 試射飛彈屬於他們的自衛主權 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所以說在設下了這麼重的前提跟關卡之下 日朝峰會還能不能正式的成行 恐怕還存在一個非常大的問號 但是金正恩大秀了他的親民形象 尤其呢他其實也視察了北韓人民軍的 第105戰車師指揮部 而且呢其實也是象徵英雄還有勇猛的精神 他到當地做什麼 當然不只看了這些官兵而已 還跟他們一起合照看演出 還視察了他們的食堂病房 而且從照片上來看的話 火石其實看樣子也都還不錯 但比較特別的是大家注意到上面一些文字 像是戰車上的標示的字樣是什麼呢 是要消滅朝鮮人民之死敵 也就是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者 有這樣子的一個字眼在上頭 但是我們要來看到當然日朝峰會 能不能正式成行還是一個未定之天 但是呢大家也很想問說馬錫慧在9年之後 有可能再度的登場呢 原來是馬英九即將帶著他的大酒學堂的學生 到了中國大陸去喔 去訪問大陸在4月1號到4月11號這個期間 會到了陝西到了廣東 甚至大家特別關注到的就是北京 到了北京這一站 馬英九我們的前總統有沒有機會 跟中國大陸的領導人習近平來碰面呢 而馬曼的回應說距離上一次一別已經是9年了 希望能跟老朋友再度碰面 但是一切尊重大陸方面的安排 八年前在新加坡的馬錫慧有可能與北京再上演嗎 馬辦宣布馬英九將在下個月訪問大陸 而且不同去年行程 這一次北京也在計畫中 跟去年一樣喔 馬前總統訪問中國大陸 我們一向是科學主編嘛 這官員有沒有可能是習近平 消息曾說 馬西一別近9年 我們希望能再與老朋友碰面 但一切尊重大陸方面安排 而雙方再見面的默契 有沒有可能跟選前馬英九一句 兩岸關係要相信習近平有關 儘管當時侯友宜極力切割 黨內也有不滿聲音 不過現在 不管他是用什麼名義去 我想兩岸 我們還是希望說能夠有多交流 多認識彼此的機會 這個他去大陸是好事啦 他這次去我想黨內不會有意義的啦 另外馬錫若二會 馬前總統的身分又會是什麼 據悉去年那一趟隨後有帶槍 這一次呢 如果說中國方面認為 那你要彰顯你是卸任國家元首的身分 那我們不能接受喔 那不能接受如果他入境 恐怕他隨後如果不能跟著 或者說隨後不能配槍 那這個是不是跟禮域條例上面 一體性有漢格 畢竟這優冠馬英九的身分地位 看一看國台辦第一時間說 我們歡迎馬英九先審來訪 是用先審而不是前總統 但對於馬英九的訪路 副方只能尊重 並做安全相關事宜 給予必要援助 指示綠營也質疑 訪路時間點就選在賴清德就任前 去年也是差不多這個時候 然後推動這個台灣的同學到大陸去訪問 所以我們並沒有特殊的 那個時間點上的考量 強調都是為了學生交流期間 還要出席寄黃帝林大典 不過對民進黨來說 只怕那些都不是主要目的 齊皮皮的新聞 侯富華李國正氣煥柔台語報導 再來我們來看到南韓現在面臨到 是罷工危機 而且罷工之後呢 一罷還有一罷 怎麼說 因為在之前我們討論非常多的是 韓國南韓的醫生大罷工 從2月20號到現在 其實已經超過一個月了耶 這個問題對南韓的政府來說 是還沒有解決的 但下一個未報在哪裡呢 其實可能跟大眾運輸有關係 就是他們的公車了 所有市區的公車公會呢 跟南韓市府在七輪的協商破局之後 有可能在28號的下午4點鐘 開始罷工 這個公會的訴求是什麼呢 第一個他們要加薪 加薪12.7% 另外要改善薪酬等級的制度 甚至也要求他們退休之後 要改簽派遣職 但是呢其實這三個回應當中 最難談的當然還是加薪條件 甚至公會方面就說了 只有在動漲薪資方面 雙方可以說是硬碰硬 所以在26號的時候 公會成員會投票 而且呢在27號的時候 勞資會再度協商 如果真的談不攏的話 在28號恐怕不止醫生 連公車問獎 只是也都會跟著罷工 但是說到醫師罷工 大家想說都一個多月了 到底問題該怎麼解決呢 尤其接下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 就是南韓罷工醫師的執照 被吊銷在今天正式生效 而為了要力挺這些第一線的醫生呢 這些醫生的老師 也跳出來捍衛他們的權益 他們決定要力挺這些罷工醫生 在今天集體的地出馳程 向當局施壓 甚至他們也打算要減少門診時數 所以接下來南韓政府頭又更大了 所以接下來恐怕會有些調整方案 隱形約者下令說 要官員提出了解套方案 南韓醫學院教授一個接著一個 把磁城投進透明箱子裡 南韓政府25日起正式開始 調扣罷工醫生執照 醫學院教授跟進請辭 今天已經在國內安安病院 醫學教授開支援公司 雖然磁城不一定會受理 但是病會對醫療體系造成衝擊 除了提交辭職性外 醫學院教授決定從25號起 將執勤時間縮減到每週52小時 來聲援基層醫生 南韓政府態度放軟松口表示 總理願意和醫師協商 總統隱形約下令要官員找出解套方法 而繼續在崗位上的醫生 受到輿論壓力影響 擔心不跟進罷工會被做記號 左右為難 網路上甚至出現煽動言論 要醫師堅持不上工到醫院破產為止 南韓至今超過一個月的遺事罷工 還沒有落幕的跡象 TVBS新聞綜合報導 TVBS的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